上海申办曾是无数上海球迷的新希望,这支球队成立于2015年12月30日的球队在主界几个赛季,便以2016年业余联赛总决赛第四名的身份深入中以为此。 上海申办地老板,前著名足球解说员中亮海与上海申花部件的合作关系,俱乐部将移植申花的管理系统,申花派送包括机队球员等共计13人前往这家小俱乐部做支援,而前申花球员王大雷体下的潮牌店更是成为了俱乐部的赞助商。 但没人想到的是,这家逐渐被球迷之小小球会,仅仅存活了两年,便陷入到被迫几发的境地。 新日俱乐部更是宣布队员无限期放假,弃拳中以所有比赛,老板入狱,事实上,本萨基开始前球队还没有看出任何一样。 他们不仅签下了日本主帅首导唇,甚至还从中朝重庆思维租界来了三明星员,只不过球队最终以的处此赛季,一波五连败的开局,让这位日本主帅不得不中途下课。 更为致命的是,他们的老板周亮,最近已经锒铛入狱,上海警方8月出公告,周亮旗下的一家名为金球所的P2P企业涉嫌非法集资,迫于警方的压力周亮已经投案自首,目前已被刑据。 据悉,这家公司主要打着包括投资足球场,轻选措施,等借贷期货为由,向球迷进行了非法集资,直到警方查获后发现资,金缺口已达7000万人民币,人心溃散,老板被抓,俱乐部自然是人心溃散,球迷各式万般唾弃。 在警方消息公布后的首轮比赛里,上海申办主场球迷仅仅只有43人,刷出了中国职业足坛上作绿的新低,随后,他们更是0比8不敌云蓝飞虎,创造了中国足坛最大分叉记录。 随后两轮又以0比9不敌四川安纳普尔,短时间内再次刷新了中国足坛记录,更让人尴尬的是,又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球员的朋友,还在朋友圈里扑出球队,其实已经前些三个月,球员难免会消极应战,而在0比9的那个吃肉碗上,上海身份的比赛名单,仅剩下14名球员。 这也从另一方面验证了这种说法,以吃三伙饭,因运资金链断链,就对名声臭名远扬,看起来上海身份,已经是无药可救了。 今天早上,一张以死上海身份球员,的三伙饭,更是在网络上被疯传,而披露了这一消息的终椅官威,更是公布,那一则不幸的消息,数次今天影响,上海身份宣布即日起开始放假, 或将直接提升本赛季胜于中野员赛比赛,控免领取消参赛资格处罚。 曾放狂言,让人感到讽刺的是,去年六月俱乐部老板周亮曾对徐根宝发布了不正道言论,受到了多名圈内足球人士指责, 其中包括了,范智义的痛批,给你这个外行人二十年时间,你如果能培养出一个范智义,你叫我做什么,我的安全马后给你做,别吹牛X。 为此,周亮直接队回去,陈球队的目标是要培养小梅西,小C罗,而上海身份宣布更是得色的佩礼图文,口出狂言道, 陈相会在2023年期间培养20个范智义,P图功力简直不输的鞭,命运如此唏嘘, 当时谁又能想到这条非伯伐出后,仅仅过了一年上海身份官威,就已经停止了运营,谁又能想到,当初被上海市民冠以了无数希望的足盘新鲜血液,会在俱乐部的混乱管理里快速坠落。